香港幸好人民 We're not scared 欢迎收看斗内幕 哈喽大家好 我的仲威 今天我们斗内幕的直播现场 来到的是我们港台词神林夕老师的家 今天要邀请林夕老师 跟我们一起谈一谈香港的未来 还有对于黎智英的看法 欢迎林夕老师 你好 好老师先问一下 虽然您现在人在台湾 但身为一个香港人 想必一定是心系着香港 但在4月中的时候 4月16号 香港的法院做出了一个判决 就是黎智英先生 因为两项罪名 现在必须确定要去坐牢14个月 那分别是两次的集会游行事件 针对这样子的判决 您有什么看法呢 这个判决其实本身它就 警方事隔了一年多 当初他没有说 就是说要抓那些游行的人 可是一年多以后就 开始这个要检控 第一个错 第二个错就是 这个律政司真的选择去控告 那个游行集会 那其实不光是这个黎智英先生的事情 因为反正 老师我为什么感受 我可以说没感受 可是没感受不是盲目 因为他反正还有更大的一个罪名 还在后面 可能安在他身上的后面 其实这个反正他都已经拘押了 那所以就14个月 14个月的话没差 反而就是说 这一次的判决能够成立的时候 就代表什么 因为本身这个所谓的流水集会 当初警方是提出这个提议来进行一个和平的集会 然后当中 其实应该有九个人嘛 一起那个上这个法庭 可是那九个人 其实你说他控制他们游行的话 那那一天 那一天 八一班那一天 2019年八一班那一天 所有游行人是不是有一定 一定要抓 是不是选择执法了 那你抓这一些九个人 或者是甚至上了法庭 然后还要真的 所有人都是 那个法官当时说 那个坐牢是唯一的选择 那作为法官他唯一的选择 中间唯二的选择 就是有一些可以 可以就是说那个缓刑 就是这等于就不用坐牢 可是问题不是 你能不能够 比方说有一些 有一些人就缓刑 等于好像没事 不是了 因为你如果是这样子的判案 以后影响到以后 不是黎晶先生个人的问题 是整个香港以后集会 是问警方什么都批准 都就是说没有批准 这个集会 事先 那后来是不是以后 人游行集会自由的逝去呢 都会要犯上这个刑事的罪 每一个人都判一年 然后差不多 有一些十四个月 有些某一些 可是问题就是 我觉得很奇怪 问题 不只黎晶先生就是说我们当初是所谓的法治 就是说法官判判刑 这个是蒙着眼的嘛 不为所有的舆论所影响嘛 然后中间有一个天平就是称着公道嘛 可是为什么那可以保释的人 不是保释了啊对不起 就是说可以反行的人都是那些他们可能暂时不敢动的 比方说在香港说民主之父李祝铭先生在国际身有名 那当时其实连他那么温和的人都可以说 那个他组织这个组织集参与未经批准的集会结罪 如果知道实情的李祝铭其实已经退出这个所谓的政坛很久了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也是很温和的 也是没有当议员很久 然后只是当一些司法教育的工作 刚才我说就是相信他是蒙着眼来判 可是刚好就是那些暂时动起来的话 可能付出那个代价会很高 比方说国际的舆论什么的 如果连李祝铭都可以坐牢的话 可能引起不必要的那个代价的时候 我就反而你一视同仁 我全当这个司法教育 还敬佩他 我敬佩的胆量 敬佩他的胆量 可是选择性的反行 我觉得这个法官是他们 而且这个不是国安法的那种指定的法官 只是普通的那个机会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所以会觉得香港的法治已死吗 做出这样的判斩 法治本身在崩溃当中 你说已死的话 已死我们就要用这个正式官来来验尸了 那如果还没有死的话 就濒临这个 就是那个 迷流之间的时候 那个指示官就看一下 那个心还有没有跳 全靠就是个别的法官 能不能够作为自己 好 那之前您在跟我们同事对谈的过程当中 曾经提过了电影《黑暗骑士》的一个台词 你说如果不是如英雄般牺牲 就是活着看着自己变成恶棍 恶棍 对 这句话是想要用来形容现在的黎智英先生吗 如果是形容黎智英先生的话 那就是第一句嘛 英雄嘛 他是英雄般牺牲嘛 他其实可以 老实说 一年前他已经可以来台湾 然后不飞去 然后你要说 苹果 香港苹果日报 还可以遥控啊 可是选择他已经说明了 我就留在这 因为如果我离开香港 那对一集团苹果日报 香港苹果日报好像没有一个招待 所以就英雄般牺牲 其他已经有一个性别准备 可是另外就是说 如果不能够像黎智英 一样 其实我听到英雄就很怕 你知道吗 为什么 只有在一个恶棍横行的时代 我们才需要英雄 我们活在一个没有英雄的年代 我们只能够求 做自己而已 这样其实才是最平凡 最正常的一个 一个幸福的 一个健康的社会 然后 其实有感触 就是下一句是送给好多好多的香港人 因为我常常会想到 我常常会想到 所谓 台灣有藍綠 香港有藍黃 可是所謂的藍詩我想來想去 藍什麼詩呢 藍詩代表他們有一種價值觀跟證件 對不對 藍嘛 然後黃 黃有自己的理念 所以藍也應該要有 藍有什麼理念 我想來想去 發現藍詩很簡單 就是字詩 什麼詩呢 他不是有什麼粉詩 難道他是共產黨的粉絲 不是 你問問九千萬共產黨的黨員 他們是不是相信 共產黨沒有共產主義 算了 這個算了 我先說香港 就是說送給所有的香港人 我發現他們有一種唯一的詐質觀 就是說自私 然後這是基於這個自利 然後其實當然這個也是香港一直以來 說經濟動物的話 自利 先求自利才能夠有資格說 追求這個共益 或者是 意氣的意 或者是那個利益的意 可是現在 我發現就是藍詩的知識 然後我研究過一種就是 他們一種心態就是存在就是合理了 然後心常態就適應了 盡量 好像一個巨蟲 因為它轉而轉去 然後其實他們唯一的詐質觀 就是說不能夠 如果沒有把握會贏 怕輸的時候 他們會站在那個贏詐的那一邊 老實說台灣何嘗不是有這種人啊 一樣啊 對 那所以 其實我常常常會引用這個 應該是曼德 如果來沒錯 因為這個還不能考取 曼德來說過一個很有名說 就是不要嘲諷那些 比自己更勇敢的人 我們可以卑微如塵土 如果靈魂死掉以後 那你不是變成虛蟲 而是你本身可以討出很多虛蟲來 虛蟲是自己養育而成的 所以 所以其實剛剛老師說 像惡棍這樣 這個什麼 這是 這個世界不會被那些 作惡多端的人毀滅 對 等一下 好 而是冷眼旁觀 來 再來 選擇到時間 然後除了好多那些 前人說過的那些有意思的話 我還想再說一句那種名的話 這世界不會被那些作惡多端的人毀滅 毀滅的原因就是 冷眼旁觀 選擇保持堅默的人 堅默比沉默更嚴重 選擇堅默 另外就是再說這個 回答這個 回答這個的話 其實等於香港人 哪怕是香港人 或是現在台灣比較安全的台灣人 比較相對幸福的台灣人 面對一個共同的敵人的時候 其實邱吉爾當初 抵抗這個納粹黨進擊的時候 很有名的一句話嘛 投降不會帶來這個和平 只會帶來更大的虛弱 戰爭並不因為你投降而停滯 香港現在就是說 末代港都最後一任的港都離開之前 就是他已經說了 很有名很多人都引用過 那個Chris Patton 彭定康說的 他不怕那個外來的那個影響 外影響必然有 可是最怕是香港人自己守不住 首先不要說出賣那麼嚴重 就是讓香港毀滅的人 就是香港自己的 對 現在從內部已經產生了分裂跟分歧 這是毀滅的開始 其實有時候我們說很怕分裂 就是有時候也是一種大一統的思想 其實永遠那個社會 一定有不同多元化的 因為不同的聲音 對不同的聲音 多元的聲音 其實也是健康的 對 因為你有這個不同的運動 不運動就不健康 這個運動就不健康 其實如果有分 現在是分眾的年代 一定有不同的意見 可是分裂就一字之差 差之千里 分裂就是互相不能夠 理解彼此嗎 理解彼此或者是說 面對一些共同的問題的時候 只為了自己的 分裂就是兩派的時候 只為了自己的 不是理念啊 不是政策 完全就是政治 或者是說為了自己利益 或者是仇恨 現在香港差不多也是這樣子 常常說藍絲 其實我常常去 嘗試去理解藍絲 因為有線上 我們一定要了解 線上的背後的本質 或者是說 有一次惡棍 其實我在寫那個專欄都盡量 就是說不要罵 罵那些惡棍沒有 狗廢火車 寧可就是分析他們背後的人格的形成 為什麼會這樣選擇 為什麼做出這樣的選擇 人就是那個制度環境的社會啊 所有的那個文化的產物嘛 那你研究背後的那個惡棍的形成 所以其實 剛才老師這邊有提到 你覺得台灣現在 還是相對幸福的環境 但是會不會擔心 今日香港明日台灣呢 今天香港明日台灣 差不多成為一個這個這個 就勾頭欲了 就 我其實從前一直以來都展望很多自我 我這個今天香港不會 明日台灣一定不會變成今天的香港 因為對手雖然可能同樣 可是畢竟香港還是真的 是真的屬於它的領土嘛 那就沒法可說了 你要你要打壓你要什麼 也不只香港如此啊 新疆何嘗不數如此啊 西藏 西藏早年1952年 19在1952年同時 幾個西藏跟新疆都是打打打打打 炸了多少人呢 然後其實香港應該不會了 因為像相對那個時段 相差那麼久 可是今日的香港 不會 我不相信 因為成為就是明日台灣 因為台灣畢竟 當然問題還是很多 然後有一些共同的問題也是 所有的那些社會的問題 對 可是畢竟他的制度或是說 所有的那些 畢竟有選票的話 你不敢太離譜 然後 政黨輪替了幾番 然後 硬不硬腳硬的走到今天 沒那麼容易像香港那麼的 那個 說那個 制度的崩潰啊 然後 我們看 我們看那些台灣出現的 某一些那個 這個躲帶制度說 我 不是 還是有一種 民意的聲音 會讓這個 執政黨會 起碼做一些事情 那 香港 香港呢 不會 可是 為什麼 這句話 是能夠成立的原因 我覺得就是 香港的經驗 是值得台灣參考的地方 第一就是說 那個 我不要說敵人 說對手的話 在明顯台灣 就是有一個對手 跟香港共同的 香港共同的對手 你會參考一些 如果 特別是說 沒有經驗過台灣 台灣那些 白色恐怖時期 然後 現在可能 可能 像某人所說的 沒那麼國際觀 或者是 對歷史的那種興趣的話 那 活生生香港的經驗 就是可以參考 因為等於回到 那個 台灣最初的時候 那這個經驗就是參考 而且 因為對手已經進化了 很厲害了 對 因為雖然他們 曾經是兄弟啊 那對手變成兄弟 可是那個對手 現在已經進化 比以前 白色恐怖啊 或是什麽那個時期的時候 就更厲害 是不是只參考 或者借鏡 因為如果 如果 如果台灣的朋友 沒有那麼熟悉 其實沒那麼熟悉 台灣的過去 為什麽 有今天 那香港 是不是一個活生生的那種 好像 你可以追劇的 你不願意看歷史 很沉悶是不是 有沒有 會嘛 可是 如果香港現在 上映一個 像韓劇一樣 那麼 韓劇有一個特點就是 反省 不能反省 只有過去 朝鮮的民族 性格就是如此 然後你看這個 活生生的 真人的 所以說 今日的香港 如果台灣人 能夠真的 如某人所說 有一些 Global Vision 或者是 Global Vision 包括香港 的話 那 台灣我比較放心 因為 我不擔心一些 共濟 一天當晚就 撈撈撈撈 讓它撈吧 自己先 內部不腐壞的話 你怎麽撈 也沒用 因為能受 需要擔心的 還是跟香港一樣的問題 如果從內部分裂的話 這可能就是 台灣需要開始擔心的時候 台灣其實也有分裂 只是你這個分裂 不會變成分 分裂到某一邊是 不能贏的時候 就站在贏下那一邊 我們現在還把它定義為 多元的聲音 多元的聲音 對 多元聲音是一定需要的 我永遠需要 我覺得需要的 矛盾也不怕 因為矛盾 其實跟這個 跟和平或是統一 是永遠並存的 矛盾並存的 這個我不擔心 對 惡性的攻擊就比較怕了 要願意 對 要雨水 為了那麼多的政治口水 對 要下雨 不要太多政治口水 好 那剛才提到 因為黎智英先生 其實他現在還是在牢中的 那他當時 一直了 對 在四月初的時候 其實他曾經寫了一封信 給香港蘋果的員工 那當時您也有對這封信 做出一些評論 是 對 所以現在再來回想 當時黎先生寫的這封信 有沒有什麼樣的感觸 可以跟我們分享 那我當初最初寫的時候 因為就 鑽南 每一天都鑽南 那個字書的現實 我只能寫 就是說 他讓 上港蘋果的同仁 就是說 放心他的情況 對 可是我當初 第一個感觸就是 好像蘇東坡一樣的 其實就是 盡量安慰 那些當心死的人 可是 他當中 只有 說他 說他那個 心情還是平靜的 對 除了擔心家人 對 那種心情的平靜 只有 就像蘇東坡 蘇東坡 只是 就 自己 自己說 寄信給他的 等於 弟弟 弟弟 然後說 我在那邊 還好啦 買不起這個羊肉 可是那個羊的骨 梁水 中間的骨 骨水 其實很好吃的 像 他還像說這個 好像螃蟹一樣 然後 不要告訴其他人 每天他們 忌妒 所以理性上也是一樣 所以 這心態應該也是一樣 也無風雨 也無情 就是中間 其實內心所承受的 非我們 外人所能夠想像 他當然安慰別人 可是安慰別人 未必就是 有時候反而看得出 是不是很堅很堅的 那一種 撐著撐著 我擔心就是這個 然後其實 最後最重要的 我們寫出來 可是他寫出來 就是說 現在香港 那個情況越來越壞 現在要保重自己 其實我覺得就是說 有一些不必要的犧牲 或是說 像蘋果 有一些 不必要太窮的 不是說要 要轉多貨 或是什麼 或者退縮 而是不必要的 就先 不要免得 給人家拿著這個 找你茶子的那個 不要給對手製造機會 來抓你的把柄 對 有一些槍 不要 不要 不要冒出來 免得對手撿到槍 好 就是 我猜他是這種 不是暗示了 就是 簡直是明示 也提示了所有的香港人 就是現在 乾隆勿用 先保重自己 然後 豐滿自己 先直伏著 等待可以 對 直伏 蹲低之後才能跳得更高 對 一種這種概念 就等於是我想說 先 暫時先 不要想那麼多 充實自己 多看書 多看歷史 瞭解你 自己的需要 或是瞭解對手 很重要 所以如果要用 您曾經寫過的歌詞 來形容現在的香港 或者是現在的麗智英先生 您有沒有什麼靈感 覺得哪一首歌詞 非常適合現狀 我寫過 寫了好多了 六四三十年的時候寫過 回憶有罪 現在不只是回憶有罪 現在集會遊戲也有罪 記者查 調查也有罪 判了 剛剛昨天判的 所以 想起一定是滅火器 的雙層級 雙層級 雙層級的構想 其實我們都了解了 雙層級的香港 一個台灣 其實也是互相可以參加 然後 我會引用第一段 就是 無辜的人 昨天已犯了明天的罪 給大家看一下 對對對 可以 無辜的人 昨天已犯了明天的罪 就是說 那個 重新再來 再來 無辜的人 昨天已犯了明天的罪 現在這個法律本身 比方說有刑集會的時候沒事的 可是大家可以一年之後 就是 無辜的人 昨天原來已經犯了明天 所以因為你定這個惡法的時候 我們還不知道 對 有心的人 原罪是每一本事 燦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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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心的人就是 比方 哎呀 像我了 我是一個心熱的人 我是一個有心 有心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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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我一樣 我有原罪 我每一本事 每一本事 像那麼多人 去比方說 新疆眉好用 好了 無臉的人受不起 被餵飽的恩惠 無臉 所謂無臉的人 其實這個靈感 就是來自於那個 村庄 那個小說 第一個就提到 無臉的人 所謂無臉的人 就是我在這裡就是說 普通好多 沒有名字 歷史 不被記住 他們的名字的人 就是普通的 普通的人民 素人 素人 無人的人 雖然 雖然 無名無心 可是 還是受不起 這個被餵飽的恩惠 我講一個笑話 美國人說 我們如果要探情報的時候 中情局來探那些線索 然後鎖定那些人 然後俄羅斯的那個就說 我們不要簡單 我們直接把他殺了 某一國的那個就 我們不用 我們很和平的 我們去那個地方消費 這樣子不用抓什麼間諜 去消費 就插住你的咽喉 等於這個受不起 其實很多人受不起這個 卑微飽的恩惠 我們看韓國 日本是不是 韓國是不是消費嘛 然後我就 然後我得罪不起 可是最終 韓國人現在怎麼想呢 我們知道嗎 文在寅都開始有一點 那個態度的轉變 有夢的人 再也沒有自由 閉嘴 就是說 如果你還敢 還是有夢想的追求的話 其實 你真的沒 你追求自由 先要放棄某一些自由 這個放棄的自由 就是你再沒有自由說 選擇 選擇不發生 沒有這個 對不起 真的沒有 如果每一個人都不敢講真話的時候 這個就變成習慣的謊言 那重 重新回到那個 德國那個時代 所以 您是有夢的人嗎 所以才選擇在 這個時候 為香港的民主發聲 你一上都是一個有夢的人 我最初 畢業的時候 我的夢想就是寫歌詞 那為什麼選擇 喜歡寫歌詞 就是表達自己的意見 那如果說為什麼選擇 為香港民主發聲 沒選擇過啊 既然我喜歡寫歌詞 我喜歡寫歌是因為表達某一些理念 哪怕是情歌也是一種 或是療癒 或者是反映這個世界的真實的面貌的時候 那當初其實我們選擇過 為民主發聲 其實不是這一年 這兩年 這三年 這四年的事情 其實打從我差不多 2006 差不多十幾年 開始寫 香港蘋果的專欄的時候 其實每一天 就是 不光是為民主發聲 而是對於看不過眼的事情 所有關懷的社會的話 就已經發生了 所以當時也沒有選擇過 所以回到比方說 雨傘運動的時候 為什麼選擇會 真的 那我們前後會寫歌 或者站台 講很多話 然後每一天分析 然後分析批評 然後就 衝衝衝 然後嗆下 是沒選擇過 因為這個 有人會問 當初有沒有 曾經有心理的準備 對 這樣子會影響我歌詞的前途 對 其實你也應該想想 一定的 對 做了這件事一定會 對你人生的下半場 或是你的未來 對 會有影響 有影響 可是當初當然 站到越站越前的時候 當然會有想過 只想 我猜只有 大概 猶豫過 沒有猶豫過 沒有猶豫過 只是判斷 其實如果這樣子 我判斷這個 這個 這個 分析這個以後的 以後的影響 就是說 可能 會小人的機會 可能我當初 寫歌詞的夢想 會中斷 對 也沒關係啊 因為 這個夢想的初心 就是為了 很 一樣是很勇敢的去發生 可以自由的 自由的講出 自由的講出 如果為了這樣子 而保持繼續寫歌詞 是問還有什麼意思呢 所以當初只是幾秒鐘 特別是雨傘運動的時候 幾秒鐘想一想 想一想 然後就不用想 好 就好像人家選 選 參與參與選舉一樣 以沒有的動念 其實我一念都沒有 不是怕 不是說猶豫 而是分析完了以後 知道這個代價 然後我覺得這個代價 反而對我來說是 保持我追求夢想的 初心 嗯 那 可能有一些人 曾經質疑過您 就是 如果對香港的民主 這麼有理想 為什麼會選擇來到台灣 沒有繼續留在香港呢 我 其實打從2015年 就 真的雙型 雙重計 就香港台灣兩邊 兩邊住 因為我當初 會選擇 我常常來 在台灣 不是什麼 香港政治 環境的原因 但是我真心 很久 很 就是很久之前 就很喜歡台灣這個地方 因為文化的氛圍很適合我 生活很適合我 我在 差不多二十幾年前 就 就已經 在 因為上半 打工的需要 一個月 是固定來台灣 兩次開會 就是兩禮拜來台灣 一次開會 所以對台灣很熟悉 那個時候 那個年代 我還有 很少人會這樣子 訂閱台灣的中國時報 當然那個時候的中國時報 跟現在不一樣 沒那麼旺的 所以就很喜歡 很了解台灣這個地方 很適合我 所以我當初過來 我其實真的沒有說 要 跟其他人一樣說 怕 怕什麼 怕什麼 不是這個關係 因為 常常 人生如祭 就祭 祭 而來去去 其實 我常常有一個觀念 就是地球人的觀念 哪個地方適合自己 哪個地方就是家鄉 可是說 我為什麼那麼 還是 心系香港 因為這個 畢竟是我成長的地方 其實我 當然會 對香港 賦予特別多的關心 可是台灣 我不見得不關心 我為香港流淚的時候 有時候我看台灣新聞 也會氣到 氣到拍桌子 氣到會眼紅 氣到哭 一樣的 聽到某一些 我覺得不對勁的話 任何會 殘害台灣的社會的話 我也會氣到哭的 因為我是 力量很低很低的 所以這個關係 其實我對於緬甸 對於新疆 對於俄羅斯 對於那個 好的地方 我同樣都關心 很多很多的議題 只是說 需要 為什麼有人在覺得 我心系香港 其實因為 我那個 每一天的雙男子 畢竟是在香港 香港蘋果 我在台灣蘋果 也會寫台灣的東西 了解我的朋友 都知道 其實我兩邊都 我不是這樣判斷的 不了解的人 當然有些人會說 既然你那麼關心香港 每一天都寫香港 為什麼你不留在香港 是不是所有都是 鳳梨花或者是 那個 不用付出什麼代價 其實我是從來不會 計較一個代價的人 只是 在台灣我覺得 是不是別自由一點 會吧 是不是安全一點 對我的使勁來說 對 是 所以保留有用之心 那個心 跟 深 特別是 現在的環境 我覺得 能不能夠 如約定一樣 回香港 有 有膽量回香港 看我 看我的命 有多長 所以 現在所有 我希望香港人 就是 首先 如何做一個好人 如何做一個 能夠有能力 追求功力的人 能夠做一個 真正的香港人 或是台灣人 首先很簡單 健康 保重自己 保重自己 對 所以我留在台灣 對啦 我留在台灣 就是一個原因 保留有用之心 去繼續 做我想做的 否則在香港 幫手幫腳 有負擔 對不對 那您覺得 香港 未來 還有自由可言嗎 你覺得 香港的人民 還能期盼 終有自由的一天嗎 那先說 那個自由 現在是不是完全沒有 您覺得還有嗎 差不多所有 差不多其實所有 要對付的 所有 其實所有 那個裝置 政權 我們看歷史就是 媒體啦 教育啦 然後 教育 文化啦 那個學術的自由 現在差不多 其實 有法規的 可以限索它 沒有法規的 它通過這個 滲透或是根本 整個香港 我們看上規的那些公司 是有70% 中資的 資金 那對 那所以 所以 無所謂的 那些金融啊 那個制度的自由 它本身就已經是 用滲透的方法 就等於 心上等於好多人 就換學嘛 所以說 有沒有明天 有沒有一天 能夠重回到過去 當然 我不會 盲目的 樂觀 或者說 說一些 打 打嘴炮 那些話 來鼓勵人 可是 想說香港已死 香港已死 死了好多年了 在那邊死啊 可是 肉身能夠死 我寫過一個歌 就是說 你能夠 你能夠控制我那個 身體啊 或是 種種制度下的自由 可是你不能奪取 沒人能夠奪取自己的理念 自己的信念 所以我相信 那個如果相信已死 可是人心不死 人心不死 就是 你不能奪取 但是留一盞燈呢 傳下去 我相信終究有一天是 黑暗不可能 永遠都是 蓋過這個光明 然後 因為 可是在光明之下 才有一個 有燈 有光 才有陰影 才有陰影 所以我們不怕 我還用我們 對 因為可是 其實我在台灣 跟台灣也是用我們 這個我們沒有別的意思了 那 現在可能要幫你 定義一下我們了 因為有一些 香港的 演藝圈的朋友 過去可能曾經 也跟您很 交好 或是有相當多的合作 合作是很多 對 但是因為現在 可能面對了 在中國這個議題上 產生了一些分歧 有因此讓您覺得 心寒嗎 心呢 或者是他們這些人 對你來說 還是我們嗎 當然是我們 我寫過一個叫 我們他們 只是不必分那麼細 回到 回歸人性的 人性的本身 每一個人其實都本身 我剛才說過 每一個人 如果你 靈魂死掉以後 你就虛蟲就出來 虛蟲不是來自別人的 是來自自己的 那如果 會不會 因此心寒 唉 很多人想問我這個問題 我只能說 我能夠無感嗎 說 我希望我能夠無感 嗯 然後我 如果會說心寒的話 我不是因為他們心寒 因為這個只是 反映出一個在 惡棍棒打之下 每個人都要被迫表態的是 他們本身也是受害者 那 受害者 往往會變成加害者 嗯 因為我心寒不是他們 個別的什麼人 其實 沒關係啦 又不是第一天 做人 活了很久了 我只是寒就是說 唉 那些人 為什麼會 做出一個選擇 他有什麼苦衷 嗯 這個苦衷 為什麼會形成 是不是 慾望的問題 研究那些人的 呃 本身背後人性 所知 反而比較有意義 而且 寒的地方就是說 嗯 有時候 真的我們不要 考驗 每一個身旁的人 不要 來亂的人 考驗 怕你進不起喔 所以覺得他們可能只是 是承受了貪婪 貪婪 貪婪者被 餵飽的恩惠嗎 回到 也不能夠說 就是 什麼恩惠或是餵飽 他們本身 都能吃辰 嘛 就是 有時候真的 我也相信 不是一個人的事 包括很多合作的團隊啊 什麼什麼 其他的人可能 跟著他 那 嘖 我基於 基於 不是說 體量當中有量 我也不敢說 所以我體會 但老師我有一個疑問 那在 呃 您支持香港民主的過程當中 有沒有遇過 支持中國的朋友 有 來勸服你說 為什麼 有 太多了 可是 當初我 我就是 一個一個的給我 給我 罵走了 你罵了什麼 沒有我就是 言語上的拍桌子 嗯 嗯 這種傻瓜等於就是說 我 我會 我會 可是現在我 我不會了 現在我會選擇 怎樣怎樣 沒事 沒事 三米三米 沒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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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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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桌子 罵走 當然就是我用言語上的拍桌子 一個一個罵走 後來我發現就是 就是我剛才想說的是 要了解它們 你能夠才能夠一方面 嗯 嗯 讓自己有 有 有成長 也能夠互相 希望能夠互相說 不過我遇過太多了 喔 現在我的方法就是說 先聽他說 比方說一提到 他就說 美國當然是全世界防疫最差的啦 喔 中國當然是最好的啦 然後你相信那個數字嗎 然後 他們應該要傷心喔 國大 好了 本來我已經 已經 這樣子 我差不多要開壇做法的啦 哈哈 差不多要請求這個媽 早就繞進來 繞一下是不是那個 有沒有 惡靈 有沒有卡到陰啊 對啊 可是我後來了解了 真的卡到陰了 因為他們就是有一個陰影在 其實他們選擇 相信他們 舒服一點的 一種方法 嗯 太多了喔 嗯 然後 有一些甚至是我真的 二十年的那個感情 我們在某一方面是很有那個共識的 嗯 研究那個中華的文物 然後 後來我發現原來 原來 原來你也在這裡啊 然後我就 從 開始有一點就 不是吵架了 因為 我的氣勢比較猛嘛 然後他就 辯論他也一定輸我 可是我覺得贏沒用啊 因為辯論 失去一個互相了解的機會 嗯 太多了 想起來也是 有一些我覺得有 不被說服的 我了解他們已經 是 沉浸在這個 這個 建立的穩定 或者體制上面 很成功的人 他很難回頭過來看 過去的自己是怎樣 我記得有一句話嘛 網民傳來傳去 應該是台灣的日 爺爺幫我們 爺爺革命 幫我們帶來了那個選票 爸爸亂投票 兒子就革命 其實從事很難 我認識很多 包括台灣以前的朋友 曾經也是 跟我差不多是同路的 後來慢慢 漸進漸遠 我會嘗試去了解 就是說 他們好像已經經歷過太多了 覺得 唉 唉 我都經過了 這個我知道了 可是沒用的 方法不是這樣的 是他們的歷史 會帶來 歷史或 這個歷史 歷史的背景跟 和這個經驗 同時也是一種包袱 他們的智慧 用在過去的身上 不能夠了解新一代的年輕人 所以我 常常我認識的那種 就是差不多 很奇怪跟我差不多同 同代同年齡 可是我覺得 我還是 我還是 我還是活著 他們活在過去 嗯 可能就是像您說的 就是他們已經習慣了 穩定或安逸的生活 沒有辦法 再跳脫出來了 他們沒有辦法離開 他們覺得的舒適圈了 所以 嗯 必須要守著他們 現有的東西 對 也可以這樣說 就是說 在舒服圈 因為他們已經過去 爭取過什麼什麼 然後 也覺得 不為如此 然後慢慢建立了 那個比方說 在社會 在社會的那個 社會的那個 社會的那個 上面的時候 他們就覺得 唉 我們過去是怎樣怎樣 你們現在 剛才你的問題是 對不起 不好意思 沒關係 沒關係 就是這些朋友嘛 他們可能習慣了舒適圈 所以沒有辦法 對 沒有 不論跳脫是一個問題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嗯 他們因為看過太多 也做過一些事情 也是剛才我說的一樣 怕輸了 嗯 你越胖到高的人 越怕輸嘛 嗯 因為 年輕一代差不多 事無可施 沒有什麼可以損失的 對 那包括我現在 跟他們同理 我也覺得 我沒什麼可以損失 也不怕損失 所以我已經 可能跟他們一樣 已經 已經 差不多 然後 嗯 可是我覺得我 那些損失 我反正 我就 活著 做自己 活著自己 然後那些人 可能就是說 既然 既然 既然如此 不如我們還是 站在營炸的那一邊 同樣的 所以最後一個問題想要問老師 會覺得因為中國的關係撕裂了香港人民之間的情感嗎 有因此感到心痛嗎 是 但 心肺痛 可是 痛很久了 所以不痛 有點麻木了嗎 不會 因為有一句話 痛 就痛 不痛 就不痛 既然痛了 就要想通透 背後撕裂的原因 其實 單純因為中國 沒有中國 也有別的國 也有外國勢力 是 分裂 源自於 人性 還是人性 人性的本身 剛才我就說 每一個人 可能很計較得勢的時候 你不會學會 你失去一些東西 其實你換來另外一種東西 可能是你更需要的 幸福快樂 其實基於 寄託於什麼 我自己的理念就是 心安理得 理直氣壯 那所以就是說 分裂的原因就是 有一些人 跟我的選擇不一樣 有些人 寧可 而不要理直氣壯 他悶聲發大財 那不一樣 我認為 不用失稱 氣氛飽就夠了 親身上路 如此 以上 所以 真的是最後了 老師 你還是會希望 可以回到香港嗎 如果有一天 當然 當然當然 現在我不是不能回去 只是 衡量這個風險的話 會有危險 回去會有危險 我不曉得完全不曉得 因為 對方不講道理的話 你任何的 那個理性的分析沒用 那我當然是希望回去 我不會用 回不回去 反正 反正 台灣也是我的 也是我的那個家 那其實一個人有幾個家 不奇怪我 我申報的時候 明白申報 兩個都是我的家 我當然希望有時候 會搬搬家 或是說 有時候一個 住在那個 不同的地方 那當香港成長的 跟或是所有的 養育我 那個環境培養 是我一個人 我當然是會希望 我也相信 如果我命夠長的話 一定等到 黎明來到的那一天 好 那我們今天非常感謝 林希老師的分享 那我們就先跟大家說 拜拜咯 下次見 拜拜